十八,胃中物 食节,热能,的色法 胃中物是胃中一切吃得饮得嚼得长的东西 它们的色即如吃下的食物之色 形如酒水囊装了米而没有结井的形状 方位距于上方 处锁在胃中 所谓胃是犹如压井尸部的两方而中央生起气泡相似的内脏膜外滑 而内则可说如腐烂的肉包如污秽的巴范罗家的花 亦如腐烂了的巴纳萨果的皮的内部在胃中 有蛆虫 如蚯蚓骨 如多罗形虫 针口虫 如布丝虫与条虫等三十二重的虫在蠢动 当没有饮食的时候 它的跳动叫唤侵害心脏之肉 当饮食之时它们张口向上把最初吞下的二三口 食物很快的便争夺去了 胃 食为它们的身家便所病逝与坟墓 这胃肿面又譬如詹陀螺的村庄门口的污水池 在暑热之时倾盆大雨因水而泛滥出来 得尿粪皮骨剑等的碎片及脱涕血等的种种污物落于 池 中极和混杂泥水 过了两三天之后 便身躯虫更由日光的热力蒸熏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水泡和气泡 变成了青黑色 即臭而即厌恶这时 那些污物即走进去一看也无价值何况去嗅或去尝呢 同样的 种种的饮食用牙齿的楚来粉碎了它用蛇的手来搅转它混杂以唾液在那一刹那便已失去了原来 的色香及美味等然后如知者的姜如犬的吐泻物落下 胃中混杂以胆汁谈与风等 以及胃中的消化热的主蒸杂以虫聚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水泡及气泡成为及污及臭而及厌恶的状态 那样的 胃中物即闻之而对饮食亦有不快之感何况已会眼观察 又落下 胃中的饮食被分为五分一分给生物 虫聚 吃了一分给胃中的消化热烧了 一分成尿 一分成分 一分成一体及增长血肉等 界限以胃膜及胃中物的不分为限 这是它的自分的界限它分的界限与法相似 是